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它呀 有圆圆的肚子 上边呢 有细长的 也有一个小小的管状的样子 那么这样的植物啊 我们叫它葫芦 注意 第二个字是青生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葫芦 嗯 那我们看葫芦的特点呢 就是下边大 上边呢 小 好 那再请你仔细地观察一下 葫芦是长在什么地方的呀 哦 我们看到葫芦啊 是结在 嗯 串联交错的藤上 好 它呢 是到成熟的季节 就会慢慢地长大 好 今天要学的呀 叫做我要的是葫芦 那我们看一看 课文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首先呢 请小朋友们听老师来读一读 好 一起看一道这一幅图片 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 细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 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 花谢以后 藤上挂了几个小葫芦 多么可爱的小葫芦啊 那个人每天都要去看几次 有一天 她看见叶子上爬着一些牙虫 心里想 有几个虫子怕什么 她盯着小葫芦自言自语地说 我的小葫芦快长啊 快长啊 长得晒过大南瓜才好呢 一个邻居看见了 对他说 你别光盯着葫芦了 叶子上生了牙虫 快痣一痣吧 那个人感到很奇怪 他说 什么 叶子上的虫还用痣 我要的是葫芦 没过几天 叶子上的牙虫更多了 小葫芦慢慢地变黄了 一个一个都落了 好 那课文呢 我们先说到这儿 那课文的大概的意思 你明白吗 嗯 那为了把这篇课文讲得更清楚 明白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生词和短语 第一个呢 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葫芦 嗯 这个人种了一株葫芦藤 好 后边这个字呢 就是藤 嗯 藤这种植物呢 非常的特殊 它能够借助别的力量 或者是攀岩别的事物呢 向上生长 你看它是草字头 好 后边这个花谢了 嗯 小朋友说 这个字啊 我认识 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 经常说谢谢 那么 这一个谢字呢 字是一样的 但是意义呀 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字呢 我们叫做多意字 以前呢 我们学过了多音字 也就是说 它的读音有多种多样 这呢 意思呢 也有多种多样 那么 这一个谢是什么意思啊 啊 也就是说 雕落 嗯 谢了 花谢了 好 到了秋冬的时候呢 啊 因为太阳的日照时间比较短 气温呢 也比较低 比较冷 那么 春夏开的花啊 都谢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治一治 好 我们说 生病了 要请医生给我们治病 那么 葫芦藤上长了牙虫 也要治一治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第二行 牙虫 好 这个字 你看一看 它的左边和右边 哦 左边是一个虫 表示啊 它的意义 右边呢 是牙齿的牙 那么 左边表示意义 右边表示读音 这个字叫做 对了 叫做行生字 好 我们一起来读牙虫 嗯 牙虫是一种小虫 昆虫的种类 它呢 通常长在植物的叶片上 那么 它呀 会依附叶片而生存 那么 它呢 把叶片都吃光了 那这个植物啊 就长不好了 好 所以 我们说牙虫要治一治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盯着 嗯 这个字啊 也可以看看它的左右两边 左边呢 是木 表示是你的眼睛 右边呢 是一丁点的丁 好 合起来啊 它也读丁 所以 这也是一个 嗯 行生字 好 那么 它表示你眼睛一直看着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们盯着黑板 嗯 长时间的看黑板 啊 小朋友们写完了作业啊 喜欢盯着电视机 是不是呀 嗯 好 不过呀 长时间的盯着看可不太好 要注意眼睛的休息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比赛 嗯 再来一遍 比赛 嗯 我们学校里呀 经常有跑步的比赛 啊 我们还有唱歌比赛 啊 作文比赛 好 最后一个 邻居 嗯 主词我们读邻居 啊 平常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读邻居 好 那么 你的邻居是谁呀 啊 有的小朋友说 我和我的同桌就是邻居 嗯 我们是好朋友 好邻居 好 那么 生字和词我们都看完了 那 接下来啊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学一学 用一用 第一个 挂 好 我们说 藤上挂满了小葫芦 挂 好 后面的主词呢 我们说挂号 嗯 去医院里边看病 我们要排队挂号 好 接下来 后边一个 蛙 嗯 看清楚了 这个呀 可不是青蛙的蛙 而是口字旁 表示一种感叹的意思 嗯 我们说 哇 好大的大象啊 嗯 我们说 哇 好美的景色呀 这是一个感叹词 好 接下来 我们看 美 嗯 再来一遍 美 我们主词可以说 美天 每个人 嗯 很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 言 再来一遍 言 啊 我们说 发言 啊 也就是说 老师提出了问题 小朋友们 思考 得到答案以后 可以举手 发言 嗯 也就是发表你的言语 你的言论 好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看 痴 嗯 要卷蛇 注意了 痴 好 我们说 医生是给人治病的 好 接下来 再看一看 痴 嗯 它是 木字旁 也就是说 和树木有关 我们说 一棵树 嗯 所以 它是一个单位词 嗯 我们说 一棵树 好 树呢 当它要计树 要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单位 我们不说 一树 我们说 一棵树 嗯 那我们还学过哪一些单位词 比如说 我们说 人 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嗯 嗯 一个人 十个人 很好 还有 我们说 笔 哦 我们说 一支笔 好 那么 这里的 科 个 还有 支 都是单位词 用来计数 好 那么 生字 我们讲了好几个了 好 接下来 继续来看 怪 嗯 再来一遍 怪 好 我们说 这个东西呀 真奇怪 嗯 神奇又特别奇怪 很好 那接下来 嗯 这个我们看到过的 慢 好 再来一遍 慢 嗯 我们说 慢车 啊 现在我们的火车 速度都很快 可是 在以前呢 速度呢 比较慢 我们就叫它 慢车 好 那么 老师再提一个小问题 慢 的反义词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嗯 真聪明 是快 我们就可以说 快车 嗯 小朋友们啊 学的是 真棒 好 那么 生字呢 讲了这么多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课文的具体内容呢 我们下次再一起来看 小朋友们 再见啦